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凤姐啊 她一个笨手笨脚的乡下丫头 你懒在身边干嘛 凤姐叹笑 得了 去吧 哪儿是我懒在身边 还不是看在我那远方表姑妈的份上 说起来她也算我表妹 头伴我来了 总不能不管吧 博刚也不是生来就博 当年在凤姐没离婚的时候跟凤姐偷情 给凤姐的男人打博了 后来凤姐离了 博刚就跟着她 为什么说博刚跟了她 而不是说凤姐跟了博刚呢 因为家里搞创收的是凤姐 博刚说白了 就是一吃软饭的 但博刚这软饭呢 要比别人吃得香一点 因为她是为了凤姐而博 吃凤姐的饭理所当然 好在博刚深暗吃白食的规则 一直不敢忘形 对凤姐千一百顺 从不惹凤姐生气 凤姐高兴 她陪着笑 凤姐气美 她好生安慰 总之一条 不跟她对着干 所以凤姐对博刚也算人之意尽 这么多年 一直管着她的吃喝 不曾给她脸色看 不曾给她气瘦 但有一点 凤姐不跟博刚领证 博刚提过 求过 还逼过 凤姐就是不嫁她 博刚说 凤姐呀 难不成你心里还有别的想法 又或者你外头有着别的男人 凤姐说 没呀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领证 咱俩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领什么证啊 你还怕我断你的粮啊 你要是不放心 我给你一笔钱存在你账上 就算将来我飞了 跟别的男人走了 你也还有条活路呀 博刚就仰天长笑 悲乎哉 后来 春秀来了 凤姐先让她学盘头 她盘不好 把客人弄铜了 又让她学化妆 也是差强人意 最后让她没假 这个倒还说得过去 没假店离家近 就在楼下 博刚就常在店里 看春秀给人没假 春秀或许不比凤姐美 但春秀一定比凤姐年轻 春秀不比凤姐能干 但春秀一定比凤姐干净 是的 干净 从博刚第一次跟凤姐偷情 瞧着她在床上那股子热乎劲 就知道凤姐不是什么清白女人 从前不清白 往后也不会为哪个男人守真 当然 如果博刚知道 她会因为偷凤姐而博 她一定不会去偷 如果她不博 她也绝对不会想娶她 可当凤姐问她是否后悔时 博刚说 不后悔 博刚也相信 如果凤姐当初知道 她会因为偷她而博 从此成为她一生的包袱 那么她一定不会让她偷着 可当博刚问她 拖着她这个累赘后不后悔时 凤姐也是微微一笑 不后悔 两个虚伪的人在一起假装情深义重 所以博刚不爱凤姐 爱的是凤姐给予的安身立命的资本 想娶凤姐也是想得到一个长久保障 凤姐不爱博刚 她只是不想被人在背后戳机娘骨 好歹装出个深情的样子罢了 能给博刚的也只是一粥一饭一住所而已 你不傻 她更不闹 都是精灵人 谁也算计不了谁 明明而上过得去就已不错 博刚看着春秀 就像十年前看凤姐 她对凤姐有贼心时 恰逢凤姐也对她有欲望 所以这事能成 可眼下尽管她对春秀的欲望蓬勃而出 可春秀却不能如当年的凤姐一般 给她炙热的回应 春秀说 表姐夫 你松手 彼时博刚拿捏住了春秀的手 如果春秀不叫停 她会采取进一步缺失 后来被博刚塞了一手的钱 要求她收下 是的 要求 她花钱的机会不多 吃的喝的都有人送来 就连每年送回家的礼物 也是凤姐操吃 她不知道怎么花钱 又或者说 因为她博 不大愿意出门 长期不出门 久而久之 便不太会花钱 可凤姐依旧每个月给她钱 却从不问钱的去处 所以 博刚的钱是充足的 春秀不收博刚的钱 说她有表姐给的工资 足够 博刚便道 那才几个钱 你表姐从你们那儿穷乡避壤 给出来的 现在有的 又岂止是你的千倍百倍 你只见她如今的风光 又岂止 她曾经没有靠过男人 博刚说这句话时 脸上竟闪过一丝不屑 春秀不再说话 继续给客人没假 就在这天 一个女顾客 因为对春秀做出来的效果不满意 直接用她刚修好了锋利的指甲 刮破了春秀的脸 骂了句 见货 很少管闲事的博刚 豁然起身 博到女人跟前 用拐杖把女人拦下 让女人给春秀道歉 春秀怕惹事 说算了 博刚说 不成 女顾客先是张扬一笑 然后蔑视道 一个脖子 成什么英雄 博刚就用拐杖打了那女人 女人随手便打电话 喊来帮手 两个粗壮汉子砸了美甲店 还把博刚往死里打了一顿 后来还是凤姐及时赶到 花了钱才把事情平息了 因为店被砸了 暂时歇业 博刚伤着 在家休养 凤姐连着好些天 要跟庄 还要带新徒弟 根本无暇 顾及家里 临走前 她把春秀叫到跟前 让她一定照顾好博刚 家里只剩下博刚和春秀 凤姐回来 已是一个星期后 风尘仆仆 大口喝茶 说 这次出去碰到了谁谁 给她介绍了一个挺有名的化妆师 跟明星都打过交道的 两个人一见如故 打算合作出一个品牌 要是能成她以后就是某品牌串事人了 凤姐笑叶如花 却没发现 如今她面前的这两个人 已经不是先前的那两个人了 春秀说着恭维的话 眼神却投向了伯刚 伯刚比春秀稳得住 说那感情好啊 等你的品牌 进了北京上海的商场 你就出大名了 一个月后春秀有孕了 凤姐问是谁的 春秀不说 伯刚则埋头扒饭 凤姐说是谁谁那小痞子吧 我早叫你离她远点 你不听 那个霍霍有什么好 我最瞧不起你们这些廉价的小姑娘 一碗麻辣烫就能哄上床 有时候就赶紧处理了 别影响开工 大城市没你想的那么好混 等咱够了钱回老家去 风风光光架了 全村都高看你一眼 春秀想说她并不廉价 弄到她肚子的 也不是她以为的那个小霍霍 可她无法辩解 她不能在伯刚 还没拿定注意之前呢 轻率的摊牌 春秀不是来赚钱的 而是来扎根的 当凤姐的豪华轿车 第一次驶进 他们那个落后的村子时 她就下定决心 要去大城市闯荡了 当凤姐摇下车窗 摘掉墨镜 把头探住窗外 伸出戴着金表和钻戒的手 向大家问好时 她心底便响起了一个声音 她一定要拥有 和凤姐一样的人生 一定 凤姐成了全村女孩的偶像 每年都能听到 关于她的种种传说 比如凤姐 一年赚了多少钱 买了几辆车 名下几套房 比如凤姐 认识哪些大人物 寄回来的东西 值多少钱之类 也有一些女孩子 结伴出去打工的 却没有一个 像凤姐这般成功 不是最后又结伴回来了 就是随便找个 同样是穷打工的嫁了 穷乡僻壤 书没读过几本 浑身上下土星器 要扎下根来 谈何容易 而春秀的运气似乎好些 博刚虽然博 但她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她见过世面 闯过江湖 身上没有土星器 况且博刚还有钱 凤姐给她的钱 足够她下半生衣食无忧 房子也是现成的 所以春秀不是清纯 也不是干净 她是妆 妆做不按事事 这样才更能吸引住男人 这也是她坚持了很久 才让伯刚上手的原因 凤姐越来越忙 忙到没注意春秀的肚子 越来越大 终于有一天 她从外头忙回来 眼神定格在春秀肚子上时 伯刚找凤姐谈话了 屋里传来东西摔碎的声音 凤姐嗓门很大 一边哭一边骂 伯刚没有变白 只听见她因疼痛而发出的一声低音 凤姐走出房间时 恶狠狠地瞪了春秀 以及她的肚子一眼 随即将自己的LV包 跨起 悲怅地离去 春秀没有感到大成功的喜悦 反而莫名地生出了一丝害怕 她只能安慰自己 既然已经做出决定 还怕什么呢 凤姐不肯嫁不刚 还能不让别的女人嫁她 她总要找一个可以为她生孩子 并照料她下半辈子的女人 她要对她低眉顺眼 她要为她洗手做羹汤 大约过了半个月 春秀和伯刚领了证 小范围地拍了喜堂 伯刚的意思是这样就行了 省钱 况且春秀肚子也大了 折腾太多呢 对孩子也不好 春秀不肯 一定要回老家 热热闹闹的大办一场 她要让所有人 都看到她嫁得有多风光 看到她也像凤姐一样 在城里有房子了 两人争执不下 伯刚现实骂骂咧咧 后来居然动了手 挺着大肚子的春秀 怕伤了孩子 只有一边躲 一边哭 伯刚 你以前不是脾气挺好的吗 不是说 你比看中凤姐 看中我一百万倍吗 你怎么能这样动我 伯刚呸得朝地下吐了一口 你好意思 拿四个儿跟凤姐比 她能给我钱 给我房子 你能给我啥 还得靠老子供着你 别以为你怀了我的肿 就了不起 生孩子谁不会 是个母鸡就能下蛋 搞笑的是 就在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时 凤姐助理来敲门了 凤姐不知道怎么得到了 他俩结婚的信 派助理送了个红包来 还稍话说 表妹结婚 她这个做表姐的 总该表示一下 但他俩 怎么着也是背叛了她 所以从今往后 两不亏欠 生死不见 伯刚听了这话 突然就阴儿了 春秀也阴儿了 两人交换了一个怀疑的眼神 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件事 难道这是凤姐早就不好的局 要撮合他们 免得伯刚立直拖累她爱她的眼 不过就算是又怎么样 他们心甘情愿地钻的套子 怨不着别人 助理回去向凤姐汇报情况后 凤姐点燃一支烟 仰靠在电脑椅上 吸了一口 她的新办公室坐落在城市正中心 坐北朝南 阳光充裕 据说这样最养财运 万丈高楼平地起 她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固然有像伯刚说的那样 靠男人的因素 但绝对不是全部 找一个可笑的男人 哪有那么的容易 就算找到了 就一定是长久的吗 她当初勾到伯刚 开头还不是也以为 她可以拉她一把 结果 她是个外头光鲜 其实没啥金两的怂货不说 还害她离了婚 当然 她那个前夫也不是什么好货色 他们结婚时 她是有点家底子 可她吃喝嫖赌 那些年把家也也败得差不多了 要不是她勤疤苦作 辛辛苦苦地撑着店铺 那个家早就完蛋了 就这 她离婚时 还只是要了店铺 其余绝大部分的财产 都留给了前夫 所以前夫虽然恨她 给她戴了绿帽子 但从没有在外面 说过她的这丑事 现在呢 她有事求到她头上了 她还是会把她那些 私通巴达的关系 介绍给她 但其实骨子里呢 早已经看不起的伯刚 这些年呢 一直把这个废物当祖宗养着 所以伯刚虽然也知道 她心不在她这儿 也从不在外面 说她一句坏话 逢人就夸得人意 她是风骚 不假 是总想利用男人 不假 可如果仅仅以为 她只是风骚 只是利用 那就大错特错了 她有她的坚持 她的为人处事之道 她把所有她能拿到的资源 最终都集中到了 她自己身上 她兢兢业业地 管理着自己的店铺 技术 社交网 名声 她在摸爬滚打中 一天比一天强大 让那些曾经的男人 都在她面前 自残行贿 归根结底 一个人所做的所有的一切 如果不负着到自身的成长上 都是虚无缥缈的 但春秀看来 还完全不懂得这些 春秀更不知道 凤姐之所以收留她 原本是想让她继承 她的一波的 凤姐年纪一天天大了 又没有生育能力 所以一直想找个合适的女孩 当半个女儿养着 一方面将来可以传承事业 另一方面 等老了也有个依靠 凤姐平日里 对春秀不苟言笑 并不是真的瞧不起 而是因为春秀需要吃苦 磨练 方能成事 哪知春秀 光学了她的风骚的皮毛 却半点没有抓到她刚强的本性 只想得到 不想付出 当能力撑不起欲望 就只有走捷径了 一个没有远见和演技的人 就连捷径 都是选的最坏的一条 春秀选中了柏刚 或许这就是差距吧 她一直想找机会 推开的傅磊 竟然是春秀 处心积虑 要抓住的未来 她假装不知 弄大春秀肚子的是柏刚 劝春秀堕胎 是想给这个女儿 最后一个机会 只是春秀 不愿意领受 选择一错到底 于是她放弃了 放弃了对她的栽培 她终究成不了她 永远成不了 即便是柏刚 将来春秀 恐怕也招架不住 她经历了多少 看透了多少 她那点金量 岂是她的对手 她与她 注定是兔与狼的对决 当她被孩子家务 以及一个像她一样 只会享受 不愿付出的丈夫 压得透不过气势 是否会想到 她今天做出的决定 又是否会想起 多年前 那个开着考车 使尽他们村子 光彩照人的凤姐 若她选择的是另一条路 她能得到的 本来要多得多 如池塘至于江河 她会后悔吗 凤姐吐了一口烟圈 遗憾的叹气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